这些病人如同丧失一般逃出医院 他们发了风般的扎进河中 拼命地喝了起来 就连泳池的水也不放过 这个大劫渴到直接扎进一旁的浴缸 一夜间 韩国各地的河流里到处飘着尸体 专家经过研究发现 这些人死前都大量喝水 并且有暴饮暴食的症状 终于法医在死者的浴缸里找到了原因 男人的身体力竟然排出数只一米长的虫子 专家研究发现 这是一种叫铁线虫的生物 原本只是寄生在昆虫身上 这次居然转移到人体身上 显然虫子发生了变异 这些虫子会控制人们的大脑 让它们失去理智跳入水中 以此来促使自己产卵 而死去的人都曾经去过度假区的水里玩过 铁线虫就是通过肛门和口腔进入人体的 等到了产卵期 虫子会刺激宿主暴饮暴食 以此来给自己提供营养 然后让宿主不受控制地跳进水中 这样体现虫就可以从宿主身体直接破体而出进行反殖 新闻媒体立即对此事进行全国报道 小帅看到新闻后立马往家里跑去 因为他的老婆孩子最近也有暴饮暴食的症状 等他到家后果然一家人都在喝水 妻子看到水龙头里的水顿时两眼放光 表情逐渐正宁 女人一头扎进西碗吃里 男人赶紧阻止他 可女人推开丈夫又开始继续喝水 两个孩子也变得很奇怪 儿子开始拿起水杯大口喝水 女儿在一旁拍打着玻璃 口中不停地默念着一个字 那就是水 这时妻子想打开门 试图出去找更大的水源 小帅急忙上前阻止 没想到儿子也走了过来 好不容易丈夫控制住了妻子和儿子 可女儿却开始翻越护栏 小帅又急忙把女儿抱了回来 另一边妻子儿子又要冲出门外 他又急忙过去阻止 他手脚并用 终于把一家三口死死捆住 而那些不受控制的人 则像丧尸一样冲出医院 纷纷往附近的水源跑去 有人跳进了河里 有人跳进了渊饮池 更有人直接跳进浴缸 一时间 韩国各地大小河流 到处都飘满了尸体 幸好小帅一家人 在小帅的极力控制下 勉强撑过了第一波发明期 事态逐渐严重 仅仅一夜之间 死亡人数就超过3000人 国家立即发布紧急方案 下令封闭所有公共水域 并将感染者集中隔离起来 这时男主也带着老婆孩子来到医院 马上被分到了隔离区 在这里 每个人只能定时领到一瓶水 因为身体一旦摄入过多的水 铁线虫就会破体而出 导致宿主瞬间脱水而死 韩国政府也找不到好的解决方案 眼看局面就要失控 突然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 医院有个感染者 吃了某制药厂的蛆虫药后 竟然痊愈了 消息疫情报道 人们纷纷跑到药店买药 可药店都没有这种药 原来这种药早在十个月前就停产了 政府立即找到生产这家药的厂家 要求他们赶紧加快生产 很快第二波产卵气的虫子发病 人们再次像丧尸一样 接二连三的涌入盒中 眼看越来越多的人死去 可药厂竟然连一粒药都没生产出来 药厂老板以机器坏了为由停止生产 政府要他们公开配方 可老板还说配方属于公司机密不能公开 这显然是想敲诈政府 黑心老板竟然开出五万亿海员 让政府收购药厂 这样配方也就属于国家的了 政府迫于无奈只能选择妥协 与此同时 小帅通过药厂保安关系成功进入到药厂 他以高价弄来仅剩的一盒药 小帅慌张地从药厂大门走出来 可当他看到一个患病的小孩大哭时 他善良地给了小孩家长一粒药 而这一幕也被其他人发现 人们一窝蜂地冲了上去 在一番激烈的抢夺中 仅剩的几粒药也被采成了粉末 男人十分自责和懊恼 没有药 他的家人该怎么办 这个女人抱起一大桶水 就开始往嘴里灌水 丝毫不担心肚子会被撑爆 因为他已经被寄生虫控制了 突然他的水桶被打掉 一个大婶上前死死地抱住了他 劝他为自己的孩子想象 这时女人才清醒过来 与此同时小帅接到弟弟打来的电话 弟弟说他找到了特效药 让他赶进来 等小帅赶到 两人果然在一个仓库里 找到了大量的特效药 就在这时铁门突然被锁伤 一个燃烧瓶沸了进来 瞬间就点燃了药品 小帅想上去拿药 却被弟弟死死暴露 就这样 两人眼睁睁看着紧剩的药品被烧光 而两人也被烟雾熏晕了过去 突然一辆卡车冲了进来 原来是弟弟的女朋友 收到消息赶来救他们 小帅醒来后 第一时间就是跑进仓库 查看特效药 结果全被烧成灰烬 男主绝望地跪在地上嚎啕大哭 他又一次辜负了家人的信任 这时弟弟女友过来安慰他 说政府已经决定收购制药公司 让他再忍耐几天 只要拿到配方 立刻公开给其他药厂 并投入大量生产 听到这些话 小帅突然想起在家陪孩子们 一起制作肥皂的游戏 只要原材料不变 不管做出来是什么形状 都有相同的效果 于是他和弟弟决定去制药厂抢原料 就在这时 小帅接到电话 说隔离区又运出一批尸体 小帅放不下妻儿 赶忙让弟弟去隔离区查看 与此同时 被寄生的人们 也开始纷纷爆开 大量的铁线虫 从尸体里爬了出来 此时 小女孩也感觉喉咙发痒 妈妈赶紧让女儿喝点水 女人抬头望去 幻想着消防喷头 喝出水 可他最终还是忍住了 突然他发现一个女人 正朝着消防开关走去 他急忙上去拦住女人 可这一幕 也让更多的人 注意到了上面的喷头 人们疯狂地冲向开关 就在开关要被打开的一瞬间 小帅的弟弟赶来 在最后一刻 关上了消防水阀 这边小帅开车冲进药厂 果然在里面找到了大量原料 各大药厂拿到原料后 当晚就生产出了药品 第二天 一辆辆载满特销药的运输车 开往各个地区的隔离区 幸存的感染者们 人人都拿到了特销药 政府最终也撕毁了 和药厂的收购合同 黑心老板的所作所为 也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这次的全国灾难 也终于得以拯救 不过 然后 给大家